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YouTuber他们的频道横幅都设计的非常专业 就像是请专门的设计师来设计的一样 但其实你完全不需要有设计经验 只需要5分钟就能够设计出高质感的YouTube横幅图片 这期影片会教你如果去使用免费的工具Canva 简单快速的设计出YouTube的频道横幅图片 让你频道看起来更加专业更加信任 我是Grayson,这频道主要放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专业内容 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频道 那为什么YouTube的频道横幅图片它很重要呢? 当你的观众点击进入到你频道的时候 频道的横幅图片是他们第一眼就看见的东西 它就像是你品牌的门面能够让观众快速了解你的频道内容、你的个人风格 甚至是决定观众是否要订阅你的频道 如果说你频道的横幅图片看起来专业、吸引人、并且资讯清楚 那么观众是更容易留下来的 甚至会点进了影片观看 但如果它只是空白或者是杂论无章 那么观众就会觉得这频道不太正式 甚至是会直接离开你频道 那一个好的频道横幅图片应该包含这三个元素 第一个就是清楚地传达你频道的主题 你需要让观众一眼就能够知道那频道是讲关于什么的 比如说是教人如何剪辑影片的 或者是健康生活的Vlog 第二个元素就是有品牌感 你可以使用符合你品牌的颜色、字体 让你整体频道是有记忆点的 第三点就是你需要去适当地放入关键的资讯 比如说你的影片更新时间、社群媒体的链接 或者是你可以放入一句话来展示出你的品牌 我最重要的就是你频道的横幅图片 它的尺寸是一定要正确的 不然就会在不同的设置装备上面被裁前 影响观看的效果 这一点会在待会我们设计横幅图片的时候具体展示 那这边我会给大家展示几个 我认为设计了比较好的频道的封面图 比如说这个频道是它的封面图 你可以看到整体的设计风格是和它的缩图是非常一致的 这又能够让观众一眼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频道 而且他有告诉他的观众 这个频道它是主要讲什么的 是讲断舍离 极简 简单生活 整理的 然后呢也有它的品牌名字 也有告知上传的频率 他就告知了 每周不定期上传新影片 这频道呢也是一样 频道横幅图片 设计风格也非常干净 告诉了观众 它的频道主要是分享英文学习 语言学 留学资讯的 然后呢更新频率是 周四晚上九点 或者是周一不定时的更新 也有他自己的品牌人像 还有他自己的logo 整理的设计风格呢 也会给观众一种非常专业的感觉 那我也给大家看一下我频道的封面图设计 也有告诉观众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优质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 网络创业 那我也增加了我其他社群媒体信息 在这边呢我增加了我IG的信息 然后在左边 我告知了观众可以去免费领取宝典 也有一个指向性的箭头 告诉观众 点击这个链接呢就可以去免费领取这个 YouTube新手成功宝典了 这是能够很方便的去帮助收集到观众的流落信息的 对了如果说你有在经营频道 你想要知道如何在30天内去快速获得1000订阅 去开启频道的广告盈利 我最近准备了一场全新的免费公开课 会完整教你我自己还有很多我带的学员实测有效的成长策略 FAST成长策略 里面会分享给你如何选的影片主题 提升点击率 延长公安时长 还有让观众主动订阅的方法 你可以免费参加 但是直播间的人数是有限的 所以我希望你赶紧去点击影片上方链接 去注册报名 预定直播席位 那我们直播间啦 那下一呢 我就进入到Kama了 我可以在这上面呢 就搜索YouTube Channel Banner 在这边你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的Kama里面提供的频道横幅的木板了 那我认为大家呢是可以通过Kama里面提供的木板 去进行快速的设计的 你可以找到类似的风格的木板 然后呢你进行修改 我认为是最快速的方式 当然呢如果说你想要去重新开设计也是没问题的 这期影片呢我准备教大家如何在5分钟的时间里面呢 快速修改Kama里面提供的木板 那你可以看到有的木板的右下角呢它是会有Pro的标志 最代表呢你是需要去升级到Kama Pro才能够使用的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Kama Pro的30天的每倍需要 在你寻找Kama里面的横幅图片的木板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注意如果说它有这样设计 比如说中间的一条这个横幅的话 基本来说呢它是属于YouTube的频道的横幅图片的 那有了这种影片形式呢它就不是了 像是这样呢它的尺寸明显是不对的 也是不适合你去直接修改的木板 比如说呢我喜欢这样子的木板 点击它底下呢会展示给你更多类似的范本 那我选了这个自定词范本 那这边呢我就进入到了编辑页面里面了 接下来我要说一下YouTube的频道横幅图片呢 它的尺寸非常重要 首先呢它的尺寸至少是2048像素乘以1150像素的 这个横幅图片呢它在不同的设备上面呢 展示的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蓝色框框的区域呢 就是所有装置上面都可以看到的区域 所以呢你所有赚的信息都需要放到这个区域里面 而现在显示的就是在电脑上面能够看到的区域 而这整个部分呢是电视上面能够看到的区域 它是范围最大的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去Google搜索这个 YouTube channel banner template 然后呢你可以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模板 去获得它的具体尺寸的规格 然后呢可以先复制到我们的模板上面 把它放大 这边呢我选择位置 再选择图层 把这张图呢放到最上面的图层上面 然后呢我就可以根据它这边的区域去创建辅助线了 我可以选择档案 然后呢选择设定 这边呢选择新增辅助线 那这边非常巧的是 这个模板本身就带有这个辅助线了 你可以看到是跟这个模板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辅助线呢 去来放这门信息了 我可以删除掉这个范本 它的设计呢都是根据这个规格去进行的 我就能够非常快速的挑战了 首先呢我可以调整一下这后面的背景图 我删掉了这个图片 你可以看到它本身呢是一个黑色底的 我选择照片 那因为呢我频道主要讲的是YouTube频道运营 所以呢我找一个比较相关的图片 那比如说呢我可以选择这张图片 然后右肌选择更换背景 这样呢我就做出一个这样的背景了 那下一张背景图呢它是比较亮的 那我可以呢去把它变暗 那通常来说我会选择元素 我加上一个黑色的形状 把它变黑色去把它变大 然后呢调节它的不透明度 然后呢我需要调整它图层 把它放到这个背景上面 现在呢我这背景呢就偏暗了 那这次横幅的背景颜色呢 我是觉得可以的 我就保留这个横幅的颜色 然后这边呢我需要去带露我的人像 删除掉原来的人像 然后呢我选择品牌 那这边呢我已经上载好了我照片了 但是呢它是有一个背景的 所以呢我需要选这个背景艺术工具 这也是需要你身上看Pose很多使用的 那非常快呢这样照片的背景就去除掉了 然后呢缩小移动它 这种设计是不错的 但是呢我想去更改一下 这后面的黄色 我想要使用我自己的品牌黄色 你可以看到当我有很多种元素 叠在一起的时候呢 是很难选择的 这时候呢你要去按住 control或command 你就能够去选择 你想要选择了这个底下的元素了 然后呢去更改它的颜色 把它变黄色 然后这个呢去更改成我的名字 这个字型呢我是觉得非常可以的 非常的饱满 就能够让我的名字呢非常突出了 然后底下呢我是要去输入 我频道能够提供的价值 那现在呢我就加入了 我频道能够提供的价值了 这边呢我是要修改它的颜色 变成我自己的品牌颜色 那如果说想再增加一下装饰的话呢 我可以在底下去加入一个横线 选择元素 在形状底下呢找到横线 去调整它的长度 改变它的颜色 变成黄色 那如果说想去调整粗细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这个 这边呢你可以调整粗细 那我认为我现在的粗细呢是比较好的 然后你就可以复制了 调整它长度 这样整体呢它的设计感就更加丰富了 在底下呢可以像它一样去输入IG信息 或者是自己的网站名都是可以的 又或者是呢我们可以增加 我们的频道的更新频率 那这边呢我就增加了 我频道的更新频率了 我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上面的文字 让它中间的间隔呢会特别大 可以把它往下调一下 这样整理看起来呢会更好看一些 那我们左右两边的位置呢 也是能够去加入一些信息的 如果说呢你有免费的资源 那在这边呢可以加入免费资源的信息 或者说呢你可以加入IG的信息都是可以的 假如说你只想让观众去观众你最主要的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呢就足够了 在制作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选择右上角分享 然后呢选下载 这边呢PNG格式就可以了 选择我这当前的页面完成 然后呢选择下载 想要去上传你的YouTube频道横幅 你可以来到你YouTube的后台里面 然后选择自定 这边个人资料底下 你可以找到这个横幅图片 你就可以选择上传了 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所有装置呢都可以看到我这个主要的信息了 你可以在这边去预览一下 每个装置的区域 然后呢就可以选完成了 这边会让你看到在不同装置设备底下 你频道的横幅所展示的样子 一定要记住在右上角选择发布 然后在这边呢你可以浏览频道 就可以看到呢 现在就展示出我刚才制作好的YouTube的横幅图片了 现在您知道了 如果就使用免费的工具Canva 来制作出你的YouTube频道横幅图片 让你频道更加专业更加吸引人了 但是频道横幅还是第一步 如果你想要去让更多人来点击影片 那么你还需要有吸引人的YouTube影片的缩图 缩图是比频道图更加重要的 因为呢它会直接影响到影片的点击率 还有观看制作 所以我准备了一部非常实用的YouTube缩图的制作教程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喜欢这部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所以这种IG能够很多个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